老哥咱这是从宝定 宝定里咱这有多远 这有七八百公里吧 有吧 你这银元是 你说这意思不是你买的 家里以前老爷子买过来的 对 哎呀 但是这看着 说实在话 在我们行美来说 这叫一眼下 你就像刚才这个吧 你要是经常看我视频啊 说实话 应该我在视频里经常讲 像这么大个的 那肯定是假的 包括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五元的都上来了 银元这种 比如说这个大千玄山吧 最大面值是一元 哪五元的呀 对不对 再一个银元它得是银的呀 这个连银子都不是 连银子都不是 所以就一眼假 哦 我这些 你这这都是 说实话 这一招臂 没见过这样的 你不管是 就我们平常收也好 或者是咱去 即便咱去上拍卖会上看 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呀 对不对 啊 这这一看 这都是假的 这都是假的 哎呀 这大银钱 大银钱 这花钱 咱不懂 不做评价 但是这个 你说顺字通宝 首先这个字体不对 再一个顺字通宝 没有这么大个的 你看这个还荡千 没有荡千的 顺字没有荡千的 我跟你说 啥有荡千的吧 咸丰 咸丰有荡千的 并且荡千的老贵的 咸丰荡千的 一个都是十万以上 十万以上 平常可能 平常好的 可能都几十万都有 但是 一网赏工 这种也是一招臂 有个西网赏工 但是 这 也没有这样的 这都是一言假 这个钱我不懂 有来事来的 咱不懂 这花钱 来 广东 哎呀 这你这收藏的 老哥有啥说啥的 你这这要是对了 这是厉害了 广东双龙 问题是这也不对啊 广东双龙都算千万的东西 这个是啥呀 这北洋龙 34年的 这是个普通的短尾 但是这 这也不对 这也不对 这里面也是银员 那 那 都是老虎 啊 都是老虎 老虎 我的天哪 哎呀 这不行 这 这秀太假了 这还黏在一起的 不懂的话 以为是老的 但是这 明显的秀也不对 秀很浮着 不行着 这连银子都不吃 这就是仿的 仿的较长的 仿的 这 这 罐装 你看这秀 我随便 扣 你看这秀 一扣就掉 你看 是不是 老秀的话 你不可能说 你这样扣就能扣掉 一扣扣一大片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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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 哪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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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行 这做工明显的 不一样 等一会儿 我给你拿个 拿个真的让你瞅瞅 这做工粗糙的很 不能细看 还有没有了 有 你先把这些装起来吧 这是盒子装的 我的天呀 十十八年的 孙巷 这个也是 四株币 增品的话 也是上千万 但是你这 我拿拿出来看一下吧 哎呀 这连银子都不吃 看着怪亮 来 这个你收起来 不行 这都一眼假 我的天呀 这北京博物馆 不一定有你的币种多 不一定有你的这个大真多 哈哈 老哥 我说实话 你就跑到股工博物馆 他 他也没你的 没你的大真多呀 这 哪个省的都有 啊 和 啊 这是湖北省 我以为是河北省的 河北省的这个 就是 湖北龙啊 湖北省的这个湖北龙 就是刚出厂 刚做出来 也没这个龙龄好 湖北龙 他这个龙龄 本身 他铸造的模具 他就有问题 龙龄看起来不太明显 你看你这 双龙 我的天呀 七分像 牵制版的 这个是啥呀 这 五千 双龙 这也是双龙啊 没见过 三 啊 山东 观影 山东没有铸造银员 一照 东三省的 也不便宜 双面龙 双面都是龙 三十四年的北洋楼 大清宣山 这是哪 金菊 金菊造的 这也不行啊 这 这我就不拿了吧 你这里面光 就这一袋 这里面 如果都是真品的话 老干 简单估摸着 我估计啊 不上亿也差不多了 就这一小袋 我估计了 我估计了 多年 这一只 卑计 百叙ٰ 看 我估计 万